大家好 我好久沒上台了 有點緊張 剛剛第二位分享的是我媽媽 我介紹她吃的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舅媽 我舅媽的例子我從來沒有講過 我吃四大沒有多久的時候 我就跟我表姐講說 我舅媽她是腦瘤開刀 然後因為人家說只要大腦開刀完後 好像都會影響一些反應一些刺力 然後我舅媽開完刀之後 她的一些子女還有孫子 正在前面她是選擇性的認識 這個認識這個不認識 然後她完全沒有辦法自己吃飯 所以在前一個外勞 然後我介紹我舅媽吃這個四大之後 她只吃了差不多一個半月左右 她人都會認得了 而且最好笑的是她自己 因為我表姐她之前嫁女兒的時候 我舅媽有到現場 我自己看她自己拿筷子在吃東西 自己拿湯匙在搖湯 然後我就問她說 我是誰你知道嗎 我都知道 她變成每個人都認識 她最好笑的是 她之前她後來有接著在做復健 因為她的手腳完全是躺在床上 沒辦法動的 她躺在床上的時候 她起來做復健的時候 她如果站的位置不對的話 家人家去扶她 就是把腳摸好 然後後來她吃了這個四大之後 人家跟她講說 你的腳站沒中喔 她自己會摸摸摸 都已經完全都是 就是視力都完全都恢復正常了 只剩下就是 如果說她坐在椅子上面 腳也變成很有力 就是如果說跟她講說 阿堅你爬起來 她會半蹲 然後再坐下去 她不會說 完全就是躺在床上躺平的 謝謝各位